YO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美洲360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周车坛发生的大小事情 第一则新闻,Lexus LM 正式登场 这款新的LM采用了全新的外观设计 同时内装也更加的豪华 互排娱乐屏幕加大至48寸 还配有娱乐系统控制屏幕 整体的设计集成了豪华与科技语义声 绝对是豪华MPV的天花板 外观上,它采用了更圆润的设计风格 你可以看到在水箱护罩上的设计和其他的Lexus车款有所区别 它是采用了断点式的横条设计 搭配锐绿的LED头灯组 光是车头看上去就相当的奢华的感觉 而且在车尾,它就用了一个像是笑脸的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加上了先骑式的尾门以及优雅俐落的线条 整体的设计风格就是优雅大气 新一代的车型尺寸有所加大,不过轴距维持不变 具体的尺寸可以参考以上的这个图表 在内饰的部分 这款车采用了原厂最新一代的家族式的内装布局 还有大量的皮革包袱,木纹四板点缀 整体的造型十分奢华 不过作为老板的座驾,后驾才是看点 其中四座车型的部分 它是和驾驶座隔开的设计 保证了老板的隐私,同时它也是两张独立的座椅 在前方更有着48寸的娱乐主机 那么在动力的部分,目前已知新一代车型 会有着2.5NA加Hybrid以及2.4 Turbo加Hybrid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具体的动力试据我们还不知道 不过如果我们参考动力配置相近的RX350H或者RX500H的话 前者的动力245HP加316Nm的综合输出 至于后者则有着367HP和550Nm的综合动力输出 整体的动力还算是亮眼 那么第二则新闻 Saman大折扣4月21号起 罚单余率降价为RM50令吉,为期一个月 首相Tatok Seri Anwar Ibrahim就宣布了 从4月21号开始 由交警部门在2022年以及以前开出的Saman 将能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享有特别的优惠 在5月21号前所有的罚单只需要RM50 如果民众有任何从警方开出但是尚未缴还的旧罚单 将可以享有特别的优惠 只需要缴付RM50的罚款就可以结金 但是前提啊,这些罚单是要在2022年 以及之前所开出的旧罚单 因此如果你是在2023年里面中的罚单 是不能够享有这项优惠的 只需要缴付RM50的罚款 即可结清所拖欠的罚单 对于欠了很多交通罚单的民众来说 这绝对是一项喜讯 第三个新闻 2024年Porsche Cayenne登场 这一次原厂针对它的外观设计进行了优化 车头维持了经典的Porsche家族式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它的头灯、水箱护照、保险桿 以及新增的热型灯都是横条样式的设计 另外在车尾则是把之前贯穿式的尾灯 变成更加的细长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简洁利落 而这一次的车款依旧是有着普通版的Cayenne 或者是轿跑版的Cayenne Coupe 两种车身的造型科学 在内装的部分 这款车采用了三连屏的设计 分别是12.6寸的三桶式全液晶仪表 还有12.3寸的中控触碰主机 还有10.9寸的副驾驶娱乐主机 整体的科技配备相当丰富 这一次的升级亮点就是它的动力 因为原厂为Cayenne S 从原本的2.9L V6 Twin Turbo的引擎 升级成4.0L V8 Twin Turbo的引擎 同时对其他车款的引擎动力输出也是有所升级 其中最快最顶级的版本就是Cayenne Turbo GT 还有这4.0L V8 Twin Turbo的引擎 650HP 0-100只需要3.3秒 急速是305公里每小时 最后这款车目前是在我国CKD本地组装 未来应该也是会来到我国 不过在升级这么明显的情况下 新车来到我国后 还能不能够保持50多万的那么清明的售价呢? 那么大家觉得它未来在我国会卖多少钱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知道 第四则新闻 Cherry Tigo Knight 确认来马 那么这款车的定位是奇瑞家族的旗舰SUV 整体它是走着一个比较高端豪华的路线 就车身尺码而言 它和Kia的Sorrento还有Proton X90相近 在外观的部分 它的设计外观非常的大气优雅 车头有着造型方正的LED头灯组合 还有会发光的奇瑞 logo 还有一个直铺式的水箱护罩 车侧有着黑色的悬浮式的车顶 隐藏式的门把手 还有一个双色的多幅式的轮圈 而在车尾的部分 就有着贯穿式的尾灯 和双边双处的排气围管 整体看起来相当有豪华车的风范 来到内饰的部分 它采用的是双联屏的设计 有着一个12.3寸的全液晶仪表 还有一个12.3寸的中控触控主机 加上HUD的抬头显示器 而且它的主机内置了Snapdragon 8155的芯片 使用的体验非常的智能和流畅 另外它还配备了全景的天窗 还有14个Sony的高级音响 和256色的氛围灯 至于动力部分 目前这款车搭载的是2.0L的TGDI 缸内止喷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iSIM的8AT的自排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为257HP 峰值扭力表现为400Nm 而之后原厂还会推出一个PHEV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插混的版本会有市需控制系统 最快的加速 0-100只需要4.26秒 可支援最远165km的纯电续航 并且亏电油耗低至4.2L per 100km 满电满油耳的续航可以超过1400km 那目前这款车已经是在中国市场开启预售 它的预售价约103000起 预计2024年才会有机会在我国看到这款车 最后一则新闻 全新的Honda CR-V上海车展实拍 这款车最快今年第三个季度大马就会发布 预计售价为160千马币起 我国将拥有双引擎的选项 并且可能首次有七人座的车型可选 在外观上最明显的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19寸的全黑轮圈 迅黑的LED头尾灯组 在动力方面 这款车配有两个引擎选项 一个是1.5L VTAC Turbo 还有一个2.0L IMMD EHEV的引擎 最大马力204HP 峰值扭力335Nm 内饰有着一个10.2寸的数位化仪表 还有一个9寸的中控触碰主机 然后还有一个真皮的电动座椅 有着一个5加2的七人座车型 还有一个全套的Honda Sensing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不知道这款2023年的Honda CR-V 有多少人期待它的到来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我是CK 我们下期再见 Bye